好 那讲到冲突呢 我问一下这个丽将军 最近美国好几个智库 不止一个 财经内幕等等都在报 说中国大陆呢 可能会要夺取金门 这些离岛 时间点也给了六个月之内 半个月之内 会夺下这个金门 那他借由没有达到战争状态的 所谓灰色地带 进行隔离隔离金门 那其实这题我们过去 其实丽将军 我们现场很多来宾 大概点出来 他的这个具体方式 就是像周边设隔离区 防止台湾本岛武器流入 登船检查等等 没收武器 甚至逮捕认定的一些台独人士等等 那另外一头 日本不是不断地扣押 我们台湾的渔船吗 然后我们看到的 我们的驻入代表处 我们的外交部 第一时间都觉得是我们的错 对不对 我们的台湾渔民就得要交钱 才能够还船 那大陆外交部立刻发声 向日本提出了严正交涉 所以这一位 算是这个蛮有知名度的 这个包承科 这个副所长 上海东亚所 那他对于两岸关系 有向来相当深入的研究 他看到一个趋势 就是未来大陆 替台湾渔民维权 越来越多 会变成常态化 也就是说 不只用实力 用我的海警 各式各样的方面 把金门 把这个领导隔离 然后我就实质 拿下了他的控制权 管辖权 另外我还可以拿下渔民的心 对不对 渔民在海上被人欺负的时候 台湾政府说你的错 你赶快交钱 但是大陆政府帮你维权 你怎么看 六个月 第一个我想说 美国这个财经内阁 也只是赚一个稿费而已 他对金门根本就不是很了解 我觉得这个中国大陆不可能 也不会 也没有必要去拿下金门 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就像是赖金泽 昨天到金门 823的时候到金门 所讲的那句话 其实中华民国 包括台湾省 还有福建省的金门跟马祖 那如果说金门失去了 那台湾 那真的就是只剩下一个台湾省 所以他一定要留着 金门跟马祖这两个地方 代表中华民国 除了台湾省之外 还有金门马祖 你不要每天在那边讲台湾 那事实上中华民国 还有福建省的金门跟马祖 这第一个在政治上的意涵 第二个来讲的话 其实金门跟厦门之间的感情 是很深的 我相信这个如果说是 人家经常在那边讲说 如果说台湾一旦发生战争的话 哪边最安全 我跟你讲金门最安全 这个解放军绝对不会去打金门 因为他们已经是 金门跟马祖之间的感情很好 那平常讲我也很希望有一天 我们台湾也能够金门化 能够跟金门一样互相有来往 我在这边讲一个故事 我有一个同学最近发大财了 为什么发大财 因为他的阿祖 那个年代里面他是厦门人 那他有两个女儿 其中有一个嫁到金门 结果那天发生滚丁头战役 他那个女儿在金门 就回去看亲戚嘛 就回不了厦门 他又留在金门 那留在金门以后 结果后来生了我那个同学当孙子 结果你知道 那个阿祖啊 厦门那个阿祖 分土地的时候 有留一块地给他 结果我都留在厦门 寄成那块地 现在是厦门的金华区 所以我讲这个故事 其实你就知道说 他们金下两边 本来就一家人 只是因为当年的一场战火 让他们分离了 分隔了两地 那现在来讲他们心本来就在一起 就像是我们讲中华民族一样嘛 事实上他们就是 平常来都是一家人 那这个叫那边叫舅舅啊 叫阿姨啊 都是这种叫法 所以我觉得他不可能用武力 确实是不会伤害金门 但是我说运用这些方式 拿下金门的管辖权 或登船检查 这个我们过去讨论过嘛 你觉得呢 会造成什么事 它会分成两种来管辖 第一个它区分为军民两边 对不对 对于民众的生活需要品来讲的话 它不会为难你们 它继续让你生活物军输品 然后甚至于创造你的繁荣复述 可是它如果说是这样的隔离 它对你军人来实施检查 它很清楚你哪些船 带的是什么东西 补紧啊 然后军需的补紧 就比如说是阿兵哥的运捕啦 或者是弹药这些 它就可以 尤其是近门有六七个离岛 但是只有军人 没有老百姓 你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高 我觉得会很高 会很高 对对这些 它就是因为你来讲的话 如果说我视为这个 我是管辖区域来讲的话 你在我的管辖区域 你运送弹药 你觉得你能够接受吗 我当然不能够接受 但是它会不会真的是说 把这些人 它顶多就把你的弹药扣走 可是生活的物品 生活的物质品 它会让你上去 就像马德雷三号一样 对不对 基于人道 对不对 你可以运水 这个运粮 条件就是要检查嘛 对不对 要放行 然后这个人员休假 也都没问题 对不对 这个是人道的问题 它会给你 可是你不能送弹药上去 所以我们那天阿兵哥就在岛上 大概就是无枪无弹 可是在那边每天吃喝拉沙碎 大概就过这种日子 我觉得可能会用这种模式 就是马德雷三号的模式 让你做人道的孕谱 可是你在上面 你不可以有武器 你有武器 我就对你实时管他 那对民众来讲的话 我相信他会保持 现在这种形态的可能性最大 那最后我讲一下 在这个日本这个学者 我倒是蛮认同他的看法 大陆来讲 一定会对我们的渔民来 可以做这方面的保护 这是一个 没有这是大陆学者 对大陆的 大陆学者讲的 就日本扣押台湾预算 其实大陆学者 他既然大陆学者讲这种话 我觉得更可行 为什么因为我们 其实不 现在来讲的话 不是只有说 这个渔船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有时候台湾的一些民众 到国外去旅游 万一发生了什么状况来讲的话 你真的是去求助大陆的大使馆 来讲的话 你反而可以得到你的这种保护 或照顾或权益的争取 我想说这个 这个如果说你今天在一个国外 跟台湾没有邦交的国家来讲的话 我们台湾民众应该都很清楚 我最好就是去找大陆大使馆 因为这是我人生的安全 那为了保护安全 我第一个就是 这个意识形态先搁两边 最重要是我的安全 主要是我们看到台湾的渔民 真的了 最近这个饱受日本的欺负 动不动就扣船 扣船第一时间 我觉得台湾方面的表述 都让渔民觉得非常的愤怒 就叫台湾渔民交钱 你好歹经过一个过程吧 你总要走个程序嘛 给一些原因不是哦 通常这个上午扣船 下午就讲说这个台湾渔民 我们错 就多少钱了 对所以这个让这个渔民们 这个心里觉得不可思议啊 这是我们台湾政府 那当然啊 大陆展开这个交涉 展开帮台湾渔民维权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是其实抓心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啊 好 问一下帅将军 我们看到一个这个新闻 一个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它不是这个 大概每个月都会穿越台海一次吗 后来现在好像时间拖长 那8月22号第七舰队 穿越台海 那今天陆方的消息 其实从这个信号显示 在穿越台海的当时 有两架大陆的 5直10的这个直升机 在它的上空300公尺左右 反复的盘旋 一路像是押送一班 最后呢将它赶出海峡 所谓的赶出海峡 或是伴着它这个走出海峡 一路跟着 航击图在这里 那其中呢 还有一架反复的 飞到了它的前进路上 甚至还有个掉头 俯冲的动作 这个意味什么 好 另外还有一个 来 我们刚刚收到一个 日本的一个最新讯息 这是呢 这个日本表述 第一次中国军机 这是这个孕九 入侵了日本的领空 导致日本的这个自卫队战机 紧急升空 时间是这个11点29分 这个日本的这个防卫省 侦测到 然后当时呢 入齐了这个长济县的 男女群岛海域的上空 然后最后呢 采取了这个紧急等应对措施 中国军机是11点29分 进来11点31分飞出去 所以侵犯领空 大概两分钟 丽将军怎么看 最新消息 其实这确实是进入领空 这个因为你知道 我们所谓的领空是指什么呢 就是我们先讲一个 所谓领海 我们现在有一个领海基线 领海基线就是低潮线 到高潮线这一段线 就是低潮线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领海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领海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领海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领海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领海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Do Your Care